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这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改变 那后面可能会引起很多的连锁反应 那这个变化我觉得可能之前中国方面并不是很清楚 因为从感觉上还有包括一些消息层面上来说 中国应该不会是很清楚这个步骤 那这样的话应该说朝鲜是想把这过去几十年的感情都撕毁了 然后跟美国去过日子了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在美国的意志下完成这个统一 因为朝鲜半岛它分割之后统一有很多种方案 每个各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达成统一 甚至有一些方面它就不期望统一 比如说中国方面可能如果说确实从现实利益角度讲 现在这几年统一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暂时来讲不想去搞这个事情 维持现状最好 那好吧 那这样走下来应该是以美国方面的意志来统一 但我们就要注意了 我们之前曾经聊过这个韩国朝鲜半岛 它的这个战略地位 其实就是国家资源禀赋上来讲 当然文化不一样 就是跟英国是很像的 当然一个是西欧 一个是东亚小国 他们的国土面积差不多 英国是24万平方千米 两个福建省 那朝鲜半岛呢 22万平方千米 差不多 人口是英国是6300万 那朝鲜半岛是韩国5000万 这个朝鲜一半2500万 那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 本来这2500万跟5000万是对抗的关系 它的政府能量抵消了 就对外的话 它其实对中国也好 对日本也好 对美国也好 它是一个短暂的威胁 但它对我们中国来讲是威胁 但不是牵制 就是可能你会突然间让我难受几天 但不会长久的让我难受下去 但是如果说以美国的意志 主导这一场和平进程 统一进程 那就会变成多一个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小跟班 在中国东北亚的东山省的边上 那这样就会非常的难受 因为英国跟美国跟得多紧 大家都知道 每一次中东战争 这个英国都差不多都是跟着他在后面的 德国法国有时候还要想一想 当时英国几乎都是想的不想 就跟着去了 那之前呢 韩国有没有跟去呢 极少 最多也就是偶尔补给一点东西 或者帮他生产点子弹之类的东西 是不会真的什么派 派军舰啊 什么东西跟着美国屁股后面去了 但如果这个美国主导下面的这个 朝鲜半岛统一了之后 那可能就变成一个英国了 那就啥事情都跟着他去 离中国这么近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就不是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一两次战争可以解决 而是长久以来 长久之后 我们都得想办法跟这个美国的小邻居去相处了 好的 那么这是一个影响 那第二点的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 也是 就是朝鲜半岛本来我们一直以为 它是会以战争的方式去结束的 大家看就在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美国还有三艘航空母舰在东亚游走 就是给他 主要还是给他施压 当然对中国也有牵制 但是 而且之前一直发导弹和实验 但是怎么突然间搞定了 那我们反过来想一下 假如现在这个朝鲜战争 前两天这个声明不是和平声明 而是战争声明 就已经开大了 那这样会发生什么 就是中国跟美国 它本身现在的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的 以前是合作大于竞争 以前美国其实说实话 他也不想要中国崩溃 如果你又穷 就又有核武器 那这么大体量又这么大 那你变得这个样子 说实话对美国没啥好处 他以前觉得 那我就咱们一起发展 对不对 你好一点的话 我也不会 反而这个世界多了一份安宁 但是 他现在变成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有可能 极有可能就超过美国 至少经济上面 会在蛮短的时间里面 那这样他压力就很大了 这个就变成竞争跟合作关系 对掉了 那么竞争大于合作 所以在未来的时候 对抗关系会很多 比如说最近的这个贸易战 对不对 那他以前对俄罗斯 对苏联用的那一套 都是全方位的 他不会说我只搞贸易战 其他方面不搞 我间谍情报系统 战争系统 战争机器都歇下来 不搞 我们就搞搞贸易战 只搞搞金融战 怎么样 肯定不会的 如果要竞争 那就是全面的竞争 有其他的优势 为啥不用上 对不对 这么好的军事 这十几艘航空母舰放在家里玩吗 那个F22跟F35放在家里干嘛呢 那还不如再去用一下 对不对 钱都已经花了 对不对 那就把它烧掉了 所以说美国的军事优势 应该说肯定会用上的 只不过说 不知道会用在哪一块地方 那朝鲜半岛 原来朝鲜是有核武器的 那么这里就是很有可能 会爆发冲突 那么美国在这里用军队来施压 是一个好办法 那这里不搞 那么下一个冲突点 最大的冲突点会来自哪里 西藏和新疆可能吗 我觉得可能性都太小了 那都是中国 几十年前就已经是 稳稳淡淡的 啥问题都解决了的事情 现在又拿出来翻出来说 没意思 那么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了 因为跟台 大陆跟台湾的关系 还不是一种和平的关系 还是一种对抗的关系 这种对抗 本来就是有间隙的 对抗嘛 中间隔了一条河 楚河汉界 大家对抗 那这样美国可以做手脚的地方就太多了 对不对 那现在又是蔡英文上台 深绿 那这个时候美国说 这个小蔡同学 我这个F22有点多 这个便宜卖你两家要不要 蔡同学 他敢说不要吗 他是绿营 他是党主席 所以说蔡英文他必然会接招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蔡英文一旦接招了 那共产党怎么办 难道说我不搞 那你是14亿人民怎么交代 这个台湾一直说好要统一的 对不对 你早就答应大家了 咱们要统一的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那现在你就让蔡英文 这个买了飞机之后 再去搞一个公投啥的东西吗 这不可能 就是这样的话就变成什么 美国只要一丢出来 这个蔡英文即使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他也必须往里面跳 对不对 那共产党就说这即使是一个陷阱 我也往里面跳 这不打不行 这怎么交代呢 对不对 没法交代 那就必然会发生摩擦 所以说朝鲜半岛 他这里这个气氛缓和了 反倒会把这个压力转嫁到其他地方 这应该就是个连锁反应 当然像这种连锁反应 应该还会很多发生在东亚 甚至发生在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 影响很多国家的关系 当然有一些不会那么明显 有一些会明显 但是我能想到我的第一反应 第一感觉就是 我之前的这个猜测 就有可能会发生 就是跟台海的关系 会更加的恶化 好的 那么这集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